现在往来台北跟宜兰之间的铁路 必须要绕行东北脚一圈 造成行车效率低落 长年以来都有呼声 希望可以跟国道5号一样 直接新建一条打穿雪山山脉的铁路 也就是北移植铁的规划 但是其实这样的构想 早在1900年代 日本人统治台湾时就已经被提了出来 随着19世纪末 20世纪初 纵贯铁路陆续分段通车 加速了台湾西部众多城镇的经济产业发展 然而对于交通本来就比较不方便的东半部区域来说 只是扩大了跟西部的基础建设差距 不过早在日本刚统治台湾的1897年 总督府就已经着手进行东部铁路的规划 并且派出了5队的探险队 进行东西联络铁路的路线调查 分别是从基隆、金瑞芳、投城、宜兰再到花莲 从新店经乌来、宜兰、苏澳到花莲 从浦里到花莲 从竹山到瑞穗 从恒春经凤山到台东 然而当时日本对台湾的统治还不稳定 新建铁路也需要庞大的经费 再加上进行路线调查时 还曾经遭到原住民的袭击 不只有成员因此丧命 部分路线也没有办法完整深入调查 所以东部铁路的计划就搁置了下来 一直到纵贯铁路即将全线通车时 总督府再次把目光放向了东部 除了在1909年正式动工新建花莲到台东的铁路之外 联络到西部纵贯线的铁路也在规划当中 当时认为过去探险队调查的浦里到花莲 竹山到瑞穗 以及恒春到台东铁路 建设难度都还是太高 最有可能的还是从北侧 经由宜兰到花莲的方案 然而在先前的调查里面 认为从基隆绕行东北角到宜兰的路线 需要开辟两座长隧道 在工程的经济性上比较低落 所以当时也建议应该以新建金屋来的路线 作为优先选择 于是在1906年路线测量作业正式展开 根据当时的文字规划报告 从台北出发之后 在华山一带跟纵贯线铁路分歧 通过当时台北市区的东侧外园 顺着今天的罗斯福路跟北新路 经过工馆、景美、新建 以隧道通过碧潭东侧的山丘后 新建两座桥梁连续跨越新殿溪 抵达升障板 再穿越隧道经过驱齿、龟山 再跨过两次桥梁 顺着南氏溪的右岸 打隧道抵达乌来 接下来连续跨越统后溪、南氏溪 经过三座隧道跟桥梁之后 来到原称拉号的信贤部落对岸 再穿越两座隧道 跨越内洞溪跟南氏溪 来到屯路部落 行经两三座隧道再连续跨越南氏溪两次 抵达原称李茂岸的福山部落 而这边也同时是当时爱永县的总监督所 在福山部落再次跨越南氏溪后 路线由南转东 穿过几座隧道 行经卡拉摩基部落的原址 接下来的路段因为河流变得更加曲折 需要新建更多的桥梁跟隧道 最后在阿玉山旁跨越分水岭 进入到宜兰的境内 顺着粗坑溪盘的一连串桥梁跟隧道到双连皮 接着设置有如阿里山支支行登山的折返式铁路 然后穿梭在五十溪、内存溪、粗坑溪三个不同流域的溪谷之间 再以一个法甲湾离开山谷 顺着蓝阳溪的北岸 经过今天原山市区的南侧之后 抵达宜兰市区的南侧 不过铁路到这边还没到终点 再来会跨过蓝阳溪 行经罗东东山 最后在苏澳设置终点站 想当然这条穿越雪山山脉的铁路 最后并没有被盖起来 否则我们就可以早一百年 达到北夷之铁了 虽然整条路线的最高海拔 还不到八百公尺 以当年的技术来说 还不算是太困难 但是主要的爬坡路段 都集中在新店龟山 到原山粗坑之间 会有大量的急弯 以及千分之二十五的抖坡 这坡度即便是在现在 都还是偶尔会造成列车爬不上去了 更何况是一个世纪前的车辆性能 而乌来山区的断圆峭壁 以及茂密的树丛荆棘 更是加剧了测量作业的难度 聘请来协助的工人 还因此临阵脱逃 而且当时日本人 对于台湾山区的掌控力 还相对薄弱 其间更曾经遭到沿线原住民出草 最后再历经九个月的测量作业 这条穿越雪山山脉的铁路 被判定工程难度过高 短时间内无法兴建 所以打算比照花莲到台东铁路的模式 先行建设蓝阳平原内 北起大西 经头城 宜兰 罗东等城镇 南地苏澳的铁路 等到未来排除原住民的问题之后 再把台北到宜兰的路段连接起来 也因为是一条相对独立 暂时无法跟其他路线串联的铁路 当时也建议先跟花莲台东一样 使用762mm的轨距来铺设 等到未来可以接上纵贯铁路时 再把轨距从762mm拓宽成相同宽度的1067mm 不过从1908年测量作业结束后 不只山区路段被搁置 连带着蓝阳平原内的路段也没有兴建 要一直等到1914年 才又重新进行台北宜兰间的路线测量作业 而这次反而是选择了另外一个方案 也就是从基隆经过瑞芳 绕行东北角到宜兰的路线 不只有利于瑞芳一带的矿业运送 新建的费用更是从原本新店屋来方案的2000万元 降低成不到一半的707万元 在1917年东北角方案的铁路正式东宫新建 两年后的1919年 北端的巴督到瑞芳路段 以及南端的苏澳到郊西路段就完工通车 接着在1920年分别延伸到侯通跟大理 但是接下来的路段地形比较复杂 需要新建长隧道 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在几年前直接遭到舍弃 而改去探勘穿越雪山山脉的方案 新建侯通到大理的路段时 工程还不断延宕 一直到1924年才终于完成巴督到苏澳的全线铁路 命名为宜兰县 宜兰县铁路的开通 大不缩短往来宜兰跟西部城镇间的旅行时间 但是却也隐藏着不少问题 顺应着地形新建的铁路 不止弯道跟坡道都多 再加上东北角气候多雨 造成边坡稳定性比较差 偶尔还会发生列车爬不上坡的糗事 不过在早期宜兰县还只能算是支县时 大不了就是往来宜兰的民众会受到影响而已 但是到了1980年 连接宜兰跟花莲的北回县铁路通车 宜兰县一跃成为东部干县的重要成员 先天问题更是被放大 特别是过于弯绕 导致行车效率不脏的状况 如果说当年穿越雪山山脉的方案顺利兴建的话 这些问题能够被解决吗 就里程上来说 目前从台北绕行东北角的铁路 到宜兰大约是96公里 而根据1908年的测量结果 经过新店乌来到宜兰的话 总里程大约是84公里 大约缩短了12.5%的距离 但是这条经过山区的铁路 最大坡度的千分之二十屋 比目前牡丹到双溪的千分之十六还要抖上不少 至于弯道方面 虽然最小的半径是300公尺 跟现在宜兰县最急的地方标准差不多 但是在当年测量结果报告里面 并没有提到总数量 而目前的宜兰县就有163处 所以行走在山间的铁路 急弯可能也很难少于这个数字 再加上还有火车碰壁的折返式路线设计 行车效率恐怕也没办法多高 而这条穿越雪山山脉的路线 在乌来以北的路段 约略跟现在的台九线台九甲线平行 乌来到福山的路段 约略跟北107线平行 接下来顺着哈盆古道上溯 经过现在的福山植物园一带 再往东从双连皮到蓝阳西盘 则几乎没有现存的道路或古道 整体来讲跟传说中 曾经在二战末期开辟通车 没过多久又再次中断的新北横公路 有些微相似 也就是说假设当年没有原住民的问题 把这条北夷之铁顺利盖起来的话 会不会没过几年就被大自然收回去 也是难讲 如果今天真的有这条铁路的话 你觉得会比现在走东北角的宜兰县还要快吗 欢迎分享在留言区 也别忘记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并且把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朋友知道 在日本时代就出现的穿越雪山山脉铁路计划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